缅甸局势持续紧张 基于军政府封锁资讯 许多消息无法外传 不过国际媒体报道 缅甸安全部队星期天晚上 在仰光积压了一名日本籍记者 目前状况不明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盛信 星期一证实 缅甸军方扣押一名自由撰稿记者 日方要求缅甸尽快放人 根据路透社军方人员 昨晚拉对到日籍记者 北角玉树的住所搜查一番 搬走一些物品后将它押上警车 北角玉树曾经担任日经产业新闻记者 目前在仰光经营一家制作公司 今年2月 他曾因为报道缅甸抗争活动遭军方拘押 不过同一天获得释放 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以来 已经逮捕了至少65名新闻从业人员 亿 정도로决定者 但是阻振完 随机之后 后面密质而又担心